好来看到刚刚结束已经连续举办第四年的台北富邦马拉松 在今年呢有超过12万名的民众来参加 不过恐怕很少人知道 其实这一整场的活动呢是台北市政府主办的和富邦一起冠名 原本是推动城市行销最佳时刻 但是不知道你们发现在这个路跑的路线上呢 一路上满满的都是富邦金控富邦人寿的旗帜 商业性质是蛮高的 因此现在有市议员就不满 认为说台北市政府呢出资了500万补助 怎么看起来像携办单位 终于撑到最后一刻台北富邦马拉松大赛 市长郝龙斌以及富邦金董事长蔡明忠 拉起胜利布条迎接路跑民众 蔡明忠接手活动已经迈入第四年 不过台北富邦马拉松路跑 明知道是谁主办的吗 我比较会觉得那是富邦的 富邦 对 因为就是台北富邦 台北富邦很像就是台北富邦金控的感觉 答案揭晓台北市政府主办富邦金控 富邦人寿冠名协贩 而富邦出资6000万 不过其实活动当中也有向民众收取费用 总收入3000万 其中台北市政府也帮忙补助了500万元 不过参与民众抱怨 马拉松的路线上面几乎都是富邦广告旗帜 商业性质很高 北市府当初推动城市运动的供应性质怎么不见了 重点是广告上面几乎都不知道主办单位是北市府 广告效益差 还被批评为何独后富邦 而不是公开招标路跑活动 有人提议可以邀请台积电和HTC来参加 另外拟定改名成为城市马拉松 或者是台北马拉松 被吃了好几年 今年才发现 他也是后知后觉 公开招标才是唯一的解决方式 而且连我们去跑步的人都变成富邦的广告 冠名权有它相关的一个规定 我们一切都按照冠名权的相关规定来执行 百事府承诺将会改善 也会广要企业 而富邦也出示声明 富邦进控富邦人寿 2013年起还是会持续冠名赞助三年 为城市马拉松尽最大之力 原本是强打城市行销的最佳时刻 北市府却遭批把格局作效 独厚企业花了冤枉钱 之前李世健珠海台北采访播导